美国和英国警告 尼日利亚首都阿布甲 很大可能会发生恐怖袭击 尤其是在政府建筑 宗教场所 学校 雇中心等 平民百姓集中的地方 最容易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的目标 那为了以防万一 美国 英国和日本 驻尼日利亚大使馆都暂时关闭了 根据美国大使馆发出的警告 除了以上提到的地方 酒店 餐厅 运动场所和公共交通设施 都有可能是恐袭地点 英国 美国和日本驻尼日利亚大使馆 也提醒旅居当地的民众减少外出 避免待在人潮拥挤的地方 位于阿布甲的一座监狱 在今年7月发生大规模骚乱 800多名囚犯逃脱 目前还有大约440名囚犯还在逃 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表示对事件负责 当地民众担忧 这些载逃囚犯已经混入社区 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 dank随 tahu每个人还 relations 事情都将 Dream of the World Housing for Management 看到他们里面的部份 已经没有免 smells Bull 表示帶停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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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给认被网了 用最后期植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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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出 力的地方 和好梓界的颗免